現場下有一個掌者 所無窗地 是擋在防部警員的面前 有人跌倒 是跌倒的 那裏的老人家 老人家是跌倒的 剛剛警方是對著他施貨物尖掛墓 那現在呢 530的救護員是把他拉走 那現在呢 這位伯伯是跌倒 他在擋在防部警員的面前 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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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 什麼裝備都沒有 但是跌倒了之後 立刻被防部警員推了 但是幸好是 但是梁芝覺醒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覺醒了之後 我相信這裡有百幾二百萬香港人 因為16號的遊行 200萬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覺醒了之後 每一個人都想做些事情 但是不知道做什麼 我覺察到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很焦慮 對那些學生很心痛 很擔心 很無奈 對香港變成這樣 而出現了一種 我們叫做無力感 我們不要給這種無力感蔓延 我經常都說 罷貨沒有意思的暑假 我就不如叫做罷買 你說罷工期間做什麼 我不一定要消費的 大佬 罷工期間我為什麼還要去吃東西 還要去唱K 罷工同時罷買 可以同時進行 在外國有的 其實叫做 buy nothing day 什麼都不買 是啊 消費主義 我做了一個圖叫做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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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日 by e 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to buying say goodbye to buying say goodbye to the habit of buying bye bye日 都可以 如果是bye bye林鄭 你自己去死吧 你做的事不關我的事 你喜歡死就死 好了 bye bye日是什麼 不只是搞一鑊 他最怕什麼 商家佬 大時大節 中秋節 現在最慘的是什麼 是找了曾志偉拍廣告的那個 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所以我想他死了 捏著曾志偉 不要讓他出聲 咦 那天元朗大佬 好像故意沒有開門 沒有開門啊 他沒有開 大同也有 恆鄉也有 是人 你有沒有看現場公投 結果大同大勝 是啊 我買不到 買不到老婆餅 好 這個罷買日 叫bye bye日 每個禮拜日 每個禮拜日 禮拜日是最傷的 因為我的聽眾 留言 他是做零售 他說他們有quota 逢四十六 四十日 即是要meet quota 高很多的quota 如果他們做不到 那個經理就背鑊了 現在不是你經理背鑊 經理可以推到示威者 喂 大哥你的社會氣氛這樣 那些人就罷買 那我怎麼交數 那上面的老闆就要想辦法了 你要想辦法解決現在這樣的社會氣氛 那你就跟林鄭說 是啊 過去香港之所以能夠被整個黨國機器如取如愧 是因為我們香港人很相信那個制度的工程 一個公義的制度 無論怎樣都好 總之法庭判了 他們就接受 進去坐就坐 從來沒有思考過 究竟今天的司法制度 是不是仍然是維護公義呢 我想每一位律師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是律師 大律師 有些甚至是政府工作的律師 你們自己想一想 你不要聽我說 你自己看回頭 元朗721之後 到上環大拘捕起訴暴動罪 你問自己 現在這個政府 是不是秉持公義 你自己有答案 我覺得 你們這麼厲害 根本不需要別人 去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不要逃避 最重要 你要有勇氣去面對這個答案 然後再問自己 我可以做什麼 這個就是勇武了 Action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罷工 你可以站出來我不幹 你可以繼續揭露這個律政司 裡面這些政治迫害的事情 頂住政治壓力 都需要勇氣 逆權就是這個意思 我就是要顛覆這個權力 他們所加諸於我們身上 各種各樣不合理 各種各樣的迫害 所以我覺得 最後我自己希望 8月5日為個開始 大家記住 那個不是結束 不是那天罷工 就是打完結束 就像遊行一樣 就是和平散去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開始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運動 可以帶來另一個動力 就是開闢另一條戰線 而這條戰線 參與的人可以更加 門檻低一點 付出的成本代價也低一點 可能只是不上班 不消費 更加會令到更加多人 放下恐懼 你上前線 警察就打你 不過如果你不上前線 警察不會進來門 推你去上班 突然來西亞試過 逼你上班 逼你上班 逼你去上班 按放下 開班 開工 是啊 霸市 因為槍殺了小販之後 阿拉伯之春 這個茉莉花 是從那裡開錢的 他就進去逼他們 那些攤販 威脅他們 就要他們開業 這麼惡劣 是啊 但我覺得香港很難的 始終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所以大家趁這幾天 有時間的 除了想一下 叫多些人去罷工 最重要 罷工成不成功 你看之前的討論 易不易烈 這個很重要 今天集會的人數相當多 醫護集會的人數相當多 過萬的 今天是兩場的 醫護和公務員 是啊 越多人討論 爭拗不要緊的 你公司的同事跟你爭拗 我覺得沒用 你覺得有用 不要緊的 就是說 你不罷也好 你支持罷工的人 是 聲援他們 是啊 技術支援 你自己罷不到也好 我罷買 我罷不到工 不過我罷買 所以我就說 最重要是每一個人 他的良知覺醒之後 去找一個自己的位置 嗯 然後走多一步 嗯 一百萬人走多一步 不是說遊行那種走 而在自己的工作生活 在一個抗爭裏面 走多一步 是 那你就看看誰 嗯 一個人可以說 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 二百萬人 我就看看你 用什麼方法 是 是 怎樣去逼 這個人 上班 開市 是 是 消費 不過這兩天 是高風險的 我想提醒大家 整個運動發展的速度之快 大家完全是想像以外 是 從來沒有想過香港會發生的事 結果香港會發生 是 還要發生的方式 是這麼醜陋 大家目睹在這個Live Media裡面 就是 現在那個關鍵 關口裡面 不只是在示威者 嗯 所以我說 如果每一個香港人 你在建制裡面 你都要阻止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說 為什麼 Don't be evil 就是什麼意思 是 如果你看到這些邪惡的事情 你自己不要去黏著作惡 堅持不要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知道有人在策劃這些事情 那時候一定要揭露出來 嗯 警察 有很多是因為721而蒙羞 我不相信 全部警察都覺得721是做得對的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跟家人商量一下 再問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子 問一下舊同學 用常識 是令到全香港警察抬不起頭 是 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同情我們示威者 而是鼓滑仔大的警察 是鼓滑仔指揮警察 我想問一下 哪一個警察受得住 我想問一下 是站在一起的 大哥 誰知道 是鼓滑仔叫你不要來你就不來 你想想 三輛車巡過 下車都不下 對嗎 然後那兩個 走過 看到人多走 炸白衣人在西鐵站裡 調頭走 調頭走 大哥 做戲也沒有那麼壞 我以為 陳家上那一套什麼大件事 警察跪在那裡求饒 大事件 被人指著頭 他也被大賊指著頭 是啊 大哥這幫人來遠見到 走 是歷歷在目 所有香港人都看著 所以我